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孕期我吐不超过三次 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孕吐 两个月的时候开始孕吐 吐得昏天黑地的前三个月 每一次都能把胃酸吐出来 眼睛鼻子也是鼻涕 然后再吐整个那特别囧 无缘无故地往上反 然后很恶心 就是不能看到那菜里面都是油 我不行了 就感觉很加劲迷反 就是觉得冲口而出 是完全忍不了了 终于在因为有了宝宝这件事情 而让我知道胆汁真的是绿色 就觉得快要把自己给呕出来了 怀孕之后女性的这个 护月肌还是什么 它就会比较松弛 于是上面吐 下面就容易要拍戏的间歇 自己跑到厕所去呕吐 吐完了以后呢 裤子也是湿的 然后就吐得很难受 然后再回去拍戏 孕期在晚上起床的时候 可能我会在床头备点小饼干 那个气泡的那种矿泉水 可以去找医生开一些 维生素B6的这个维生素去补充 这个可以缓解 我想吃 特别喜欢吃那些甜食 爱吃奶油蛋糕 越到后期越明显 我就是喜欢吃酸辣的 然后我喜欢吃面食 不喜欢吃米 我以前是不爱吃面食的 就特别想吃那家米鲜 别的家都不行 大晚上的 就我老公就得拉着我 就跑到那儿去 就为吃那口米鲜 怀孕之后特别喜欢吃酸的 就是我以前特别爱吃辣的 但是到孕后期的话就不行 我都想吃 我还特别爱吃肉 怀孕之后 很油很重的肉 都非常有感觉 每天我都在想吃什么 然后吃的怎么能 吃的非常重 怀孕的时候 就没有再吃我生鱼片 因为生鱼片也是我的最爱 我其实是特别特别 喜欢喝茶的一个人 然后到怀孕的时候 我一口茶都不能喝了 感觉生活很沮丧 也不能看杂志 杂志要一翻 好多是日料的图片嘛 就感觉特别受不了 我整个孕期都不能吃米饭 一吃就吐 连米饭的味道都不能闻 你说我已经是要吐了 那你还不让我再吃点 我想吃的吗 其实我基本上 没有去科医忌口 怀孕不是病 你不能把它当成 一个病人来对待 你就是正常人 你该吃吃 该喝喝 保持心情的一个愉悦 其实就OK了 为了保保健康 吐了就好吃 吃了可以接着吐 基本上是说 对孩子不好的就不吃 对孩子好的就多吃 怀孕还有带来生命 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嘛 因为是上天送你的一个礼物 我没有做好做慢慢的准备 可是他们来了 然后我就在想我 我能坚持做的事情就是 我平安地带着他们来 我觉得不仅仅是为孩子去做付出 其实是我自己在成熟在成长 小生命的到来 其实你就会觉得 这些东西还是值得的 也没有什么忍不过去的 就如果你前面 没有经历这么多 最终它就那么一出来 你也不会对生命 有那么大的敬畏和珍惜的感觉 但是我其实还是谢谢我自己 就是它整个这个过程上 你很不一样 完成了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太棒了 这个运程太棒了